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浪 藏语以为龙王谷 也是叫人不想家的地方 又因卢浪临海而闻名于世 成为川藏公路上的一颗明珠 雅鲁藏部江大峡谷在这里急转西进 沿大峡谷北上的印度洋暖湿气流 在大拐湾区域形成涡流 带来大量的水气和热量 造就了卢浪草垫 森林 雪山 交香辉映的独特自然景观 2013年9月26日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走进科学栏目 探理冰川设置组 告别枪塘草原上的圣湖纳沃措 跟随科学家脚步 从拉萨出发 沿川藏公路向东480千米 在一片烟雨朦胧中 来到鲁朗这个叫人不想家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 向仙境中的城堡 坐落在鲁朗镇北6000米的地方 川藏公路从门前经过 2006年建战以来 中国科学家以藏东南战为依托 在西道瑟奇拉山口 东道燃乌湖的广大区域 开展了全方位的科学监测和研究 一些独特自然现象的发现 让科学界对生态系统相应气候变化的激励 有了新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 全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0.74度 0.74度相当于海拔100多米 我们都知道 海拔上升100米的话 温度降低大致是在0.6度 0.55度左右 0.74度的升高相当于海拔100多米的降低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过去变化了0.74度 这个临线是不是得向上爬100多米呢 临线是大自然向人类展示其神秘色彩的一个标记 高大的桥木从山脚沿山坡向上生长 到达某一海拔高度时就会戛然而止 在人们眼前造就一条迷一样的风界线 藏东南是世界上山地林线分布海拔最高的区域之一 最高的林线 海拔可达4900米 这地方海拔大致在4320左右 在这个地方重点是围绕两面坡 一个阴坡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冷山的林线 以及阳坡那是以翻之白的林线 以这两个林线的观测场为主 张明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973计划的支持下 从2008年起开始在色奇拉山 开展林线及其过度环境地带的相关研究 那么现在IPCC的一些报告里面也指出了 利用林线来探测或者来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 对这个生态系统有什么样的变化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研究的热点 那么林线到底会晚上爬还是晚下降 色奇拉山庞大的植物家族 为人类关注的这个热点问题 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参照 西南花丘就是其中之一 它里面的养分回流到 这个其他的什么茎啊根啊 其他的组织里面 回流到这个养分呢 可以供来连这个叶子生长用 因为高海拔地区存在养分脅迫 低温导致的养分脅迫 所以才尽可能把这部分养分 留在体内 减少对土壤里面这个养分的需求 那么采这个叶子我就回去可以测 来证明是不是这样的 西南花丘是色奇拉森林中的土著局面 作为大家族的一个小分支 它的分布区域在海拔2600米到4300米之间 这让科学观测在物种上保持了一致性 气候也好 突然也好 最后都会限制植物对养分的这种吸收 所以大的环境你决定了 它叶子还不可能高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从凋落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凋落的叶子在凋落之前 会把养分转移到鲜叶里面 那么我们就想去证实 在更高的海拔 它是不是转移的更多一些 要证明这个问题 在色奇拉山 科学家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朋友 那就是杜鹃 每年的4到6月 色奇拉山都会迎来杜鹃花热烈而奔放的盛开 从海拔2900米到海拔5300米的山坡上 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品种多达25个 这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现在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气候变化到底是导致物种发生变化呢 还是导致物种的功能属性发生变化 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针对这个杜鹃做了很多工作 肢体有区是杜鹃的一个绅士之谜 因此杜鹃灌丛又被叫做矮蛆 除了冷山以外 最多的桥我们就是杜鹃 开的花有白的有红的 今年开花的时候你确实不懂 在色奇拉山 杜鹃是出冷山之外的第二大家族 它这个果实成熟 至少也得一个月以后了 如果它成熟的话 就要轻轻的熠 它就开裂了 然后里面的这个种子就可以露出来了 我们一直想做一个这个种子的这个果实里面的种子量 所以海拔提出什么变化 但是这个季节不合适 因为守这个种子成熟估计得受到11月份 难度比较大 11月份都下雪了 所以就要登雪上了 随着海拔变化 可能物种本身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来区别 在同一个环境气球带上 同样的一个物种 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样的话我就能说明 不是由于物种的变化所导致 它本身的形状就能够对气候变化产生一种响应 张林的工作一般只能坚持到10月中旬 10月中旬一过 实验观测区就进入了大雪连天的日子 那时候上山是一件困难 而且危险的事 这上面这份可以 这是用来观测什么的 用来观测这个叶片的寿命 它每年会斩几片叶子 凋落几片叶子 这是今年7月份展的叶子 就这五片 然后呢 它下面有一二三三片 这三片叶子是去年展的 再往下这有一片叶子 是前年的 再往下这有两片叶子 这是大前年的叶子 那这一数就数出一二三四年 四年的叶子 也就是说这个叶子展出来 我可以预计 它要在四年以后 它再开始逐渐透露 所以根据这样挂了很多标牌以后 定期的来观测 我就可以估计出 它的平均的一个叶片的宿存寿命 那它的叶寿命越长呢 它这个养分在体内的存留的时间也就越长 这是对养分缺乏的状态的一种适应 那现在像我们的一些结果表明 随着喊发的这种增加 厚度明显的增加 叶片的氮含量明显的降低 我之前提到过这个养分胁迫的问题 那么叶片的氮含量降低的 意味着可能越往高处走 这个养分的这种胁迫越厉害 它没法吸收更多的叶氮含量 对不对 在一块矮贯丛的空气之间 张林查看了它们近期移栽上来的幼苗 这是它们正在进行的实验的一部分 就是想验证一下气候变暖背景下 原来在林线以下生长的高大冷山 现在是否可以在林线以上成活 通过这个树轮的这个研究 发现这个 在过去两百年来 这个林线的位置没有明显的波动 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 过去一百年间 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74摄氏度 相应的林线应该向上爬升一百多米才对 而实际上 林线的位置并没有明显的波动 那么森林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个林线过渡带这个区域呢 它的一些林木的密度增加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苗 你觉得它有多少年 一年 那可不止了 就这么一个小苗 少则有五六年 多则可能有十年左右 就这么一点 你想不到吧 但你真正看到那个什么 一连两年那个苗 那个苗就非常小 可能有很多幼苗啊 或者小树啊 比原来多 这个密度增加了 所以密度呢 可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它相对于林线的这个位置 可能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一些 那个苗 看看这儿能不能找到 你看像这种苗 很小了吧 我们现在按这个叶子的 轮生叶性来数的话 都能数出至少三年 所以保守估计 它也得有五年六年 所以你可想 而是那种更小的苗 可能就只有这么大一点 为什么这个林线 在过去的气候变暖 这种背景下 它不动 那么它不动呢 肯定有一个限制因子 要么是温度水分 或者光照啊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呢 为了来证明 到底是什么样的因子 限制了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一些幼苗 这个林子里面的幼苗 给它挪到 林线以上 我们就挖一些 这样的幼苗 做一些这个实验 比如说把这个幼苗 连根带土 挖了以后 移到更高海拔 比如说这个地方 林线4,320 那么我把它移到4,390 你说它糊不糊 根据我们这两年的一些 实验结果来看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可能十年左右的这么 我们叫大苗了 因为超过十年了 我们08年一的幼苗 我们发现在 林线之上的地方 仍然存活着 尤其在林内 存活率还比较高 那么就认为 可能这个阶段 不是它的关键限制阶段 所以呢 我们这两年呢 又一些幼苗 你们刚才看到了 这个可能五年左右的 这样的小苗 结果是看看会怎么样 对色奇拉山林线的 监测和研究 还在继续 这是一份需要 耐心和坚守的工作 而在藏东南 这个天然的观测场 围绕气候变暖 这个人类 共同面对的问题 中国科学家 还把关注的目光 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那就是冰川 旧鬼相全球 提示您精彩继续 帕龙丧布的源头 海洋性冰川的富极区 将给我们带来 哪些不一样的感受 探秘冰川第二集 走进科学 正在播出 帕龙丧布 雅鲁丧布江 在大拐湾地区 最重要的支流 因为冰川 溶水的紧弱 而失去了 夏季奔腾咆哮的态势 2013年9月27日 科教频道 走进科学栏目 探秘冰川设计组 跟随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的 杨威博士 王永杰工程师 从藏东南站所在地 鲁朗出发 沿帕龙丧布河谷 向东南三百千米 到达巴塑县 燃屋镇 燃屋是帕龙丧布的 发源地 从2006年起 杨威博士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在这里同时监测 五条大小朝向 各不相同的冰川 卡堆村 是一个只有13户人家的 藏族小村落 监测冰川的八年时间里 杨威已经成为 卡堆村的朋友 村里的小伙子们 是向导 是帮手 同时也是跟杨威一起 出生入死的伙伴 杨威的这些工作照 就是卡堆村的 洛松平措 帮着留下来的 而这次杨威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要在这个山顶上 再加装一个气象监测站 你把这个放在里面就行 这个放在里面就行 这个放在里面就行 这个就行 这个手拿 手套 谁还要有水 哪怕有水没有 跟南瓜 一个公路 谁地面也奖励啊 这个位置是4600米 不耐劳 几乎是一路小跑的向上冲 杨威博士也一直紧紧地跟随其中 这个地方相对于还是比较平坦的 路好走一些 你要相对于旁边这种山极线 就是容易多了 所以我们选择这条路 虽然没有路 但是 但是比较别的地方来说 是个不错的选择 09年我们选了好多地方 我们当时选的那个山极桥 那个山极桥没法固定 因为我们当时要 背两袋水泥 一袋水泥50斤 两袋水泥100斤 还有 重七八十斤的那种大墩子 固定雨量桶 雨量桶要绝对水平 它是称重式的 然后冰山上面也没法固定 因为它消融的来回 直接倒掉了 爬到这个山坡上 发现这个地方还不错 然后就往上爬 爬爬爬 居然爬到另外一个冰山的顶上面了 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 队伍向上爬升400米后 就地找了个稍微避风一点的地方 开始吃午饭 一方面为了补充体力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负重 因为接下来 才是真正的爬山 又是个馒头 撒起码 水 牛肉 还有什么 辣椒 面膜 还有面膜 皮肚 又是牛肉 就这样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 吃着冷馒头 喝着凉水 没有卡堆醋的牧民 也没有中国科学院的博士 有的只是朋友见的快乐 现在海拔高度是5000米 现在我们一走了一半 爬升了400米 我们还有400米的高速 人家需要两到三个小时 今年上去维护一下 六月份一次 九月份一次 都没路啊 本来就没有路啊 现在已经有路了 算是 我们踩的都有印子了 连个印子都没有 那没印的时候 你们怎么往上走 没 你们就往上爬呗 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走 凭错了 凭错了 第一次是七点 是不是 反正你跟我上来 有两次了吧 三次 你反正都是跟我上来 就是今天上来 三次 去年一次 今年九月份一次 今天一次 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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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你爬400米 两个小时 等到接下来这400米 你就需要三个小时 你愿望爬力气越少 早晨在山脚时 我们一直以天际线上 那个能看到的尖峰为目标 可是 真的爬到了尖峰旁边才知道 尖峰后面 还隐藏着更大的考验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山后有山 让爬升更加步履艰难 山外有山 却展示了一个神奇的 冰雪世界 汉米冰川第二集 走进科学 正在播出 海拔五千米一过 也就过了小草苔藓 生长的最高线 迎面而来的是一面 看不到头的滚石坡 在七十多度的滚石坡上前进 即使是那些 善于爬山的藏族小伙 也要走几步 就停下来喘粗气 大家都各自走着 适合自己的那只字 这样 每升高一米 就会多走出几米 甚至十几米 脚边开始出现了积雪 和远方可以平视的冰川 告诉我们 现在已经爬到了雪线之上 越过那个传说一样的雨量桶 山脊那边一条完整的冰河 呈现在眼前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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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往前啊 这是雪 刚才谁过去了 啊 我 你小心点 再滑下去 小心 要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选择地点 这样我们 这个冰川顶上有 冰川上有 冰川墨栏有 从上到下 控制了它的 气象特征 都能得到 那个叫铺路冰川 中国冰川边墓上面 这是第10号 从这头编过来的 我们这个旁边这个不是在4号吗 5号6号去跑 29号10号 再跑 大了大了 好喽 休息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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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好 客气 咱们速度挺快的 9点 10点 11点 12点 4个小时 今天没雪 今天没雪 天气不错 准备雪 大腿 你怎么摸到大腿根啊 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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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反应了 拜拜 拜拜 好 他怎么摸到大腿根 看那吗 是吧 员文 这两个是哪个是上面 你这个是 高处的这个是 是 带牌 老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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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旦确定了具体位置 气象站安装之快 完全出乎了我们的预料 直接打不了去算 除了一些关键环节 需要杨薇亲自动手外 其他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由卡堆村的几个小伙子 来完成的 看上去完全是一只 经验丰富的队伍 山顶的风很大 杨薇脱下自己的防风服 交给了衣服穿得单薄的 洛多杰 跟我们干了好多年了 现在都是熟练的 只要我们 只要说干什么 他们都能心灵心灰 2013年9月28日下午4点 在海拔5400米的山顶 一台全自动气象监测站 安装完毕 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 卡堆村的小伙子们 带着烟尘 一路飞奔下山了 明天 他们还要陪同我们一起 踏上远方那条 神秘漂亮的冰川 帕龙四号 雪山顶上听风雨 杜鹃丛中问话器 跟随科学家的脚步 体验不一样的科学 探秘冰川第三集 走进科学 进去 进去